大家好,今天呢,我来讲一段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赫鲁晓夫 中苏关系可以说是起始于斯大林,结束于赫鲁晓夫 而后边的这个中国和什么伯利利涅夫这些关系 都是一个赫鲁晓夫的那个时候定调的中苏关系的一个延续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赫鲁晓夫呢,仔细讲一下,因为赫鲁晓夫 这个人像在中国那个毛泽东时代的那个,那个每一个打的运动里面 我从我小的时候的印象就是赫鲁晓夫是一个世界上第一大坏蛋 OK,是一个什么叛徒内奸公贼,跟刘少奇差不多 赫鲁晓夫的漫画,那个时候就是从来那时候没有赫鲁晓夫照片 但是赫鲁晓夫的那个漫画,我可以看到了一些,看到不少 好,那么我们就讲一讲这个赫鲁晓夫是什么样一个人 赫鲁晓夫是怎么样这个成为了苏联第一领导人 同时呢,他为什么这个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后 从一个盟友关系变成一个敌对关系 然后是怎么下台的 OK,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吧 赫鲁晓夫呢,实际上他的这个年纪呢,跟毛泽东差不多 他是生于1894年,死于1971年,所以活了77岁 其实对,活了77岁 他1894年,实际上赫鲁晓夫呢 用简单的话就是一个贫下中农出身,苦大仇身 OK,他出生的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 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在俄罗斯境内紧贴着乌克兰静变 那时候俄罗斯乌克兰实际上到今天是两个国家 但是在过去实际上这个边界实际上并不是很 就是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上基本就是 就是不同的省一样 这个地方大概其呢,是正好我们去看一下那个 那个吉府,Kiev,Kiev往北一点呢 就是那个Chernobyl,就是那个河泄路 然后呢,Kiev呢,正就是Chernobyl,正西,正东 正东不到200英里的时候呢 地方呢,有一个小地方,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村镇 叫Kalinovka,Kalinovka OK,这是一个小镇吧 他就在那儿出生 然后呢,生从小呢,就是个放牛娃 OK,他就是放牛的 然后呢,父母呢,是非常非常穷 就是很贫穷的农民 然后呢,他父母穷 他的这个祖上更穷 就是他的爷爷辈 他爷爷辈呢,你看看 他是1894年 他爷爷辈往前推四五十年,五六十年 那就是什么时候 那就是1860年,70年 什么四几年,五几年,六几年 18五几年,那时候正好呢 还是什么,还是农奴时期 就是这个俄罗斯那时候是Surfdom 农奴时期 那时候农奴呢,那个农奴制呢 这是俄罗斯很特殊的 像在欧洲,西欧都没有了 但是在农奴制时 农奴基本就可以当商品被买卖 OK,是可以当商品一样被买卖 当然,那个他没有像那个 那个美洲早年几百年前 对黑奴的那么残酷 像对动物一样 但是呢,他基本是这个农奴呢 实际上可以是一个商品 就是很地位非常非常低 给这个有钱人这个在家里干活 他的他的这个爷爷辈儿 爷爷祖祖祖外祖父外祖父外祖母 祖父祖母那一辈儿 就是网站隔一辈儿吧 就是给富农打工的 然后都非常非常穷 而赫鲁晓夫本身呢 由于他非常非常穷 他是网牛娃 他上只上过四年学 你可以想象只上过四年学 那就是小学毕业都没毕业啊 小学都没毕业 所以他是一个 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一个人 所以这样一个人 最后居然能成为一个苏联第一把手 实际上这也说明这人 有一定的这个财富 有一定的天赋 他呢,到年轻的时候呢 在二十岁,十几岁 二十岁,他是一个金属工人 就是那种大铁匠吧 就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做铁活的 然后一战的时候呢 他没有参加 一战在这个沙皇时期呢 一战的时候 那时候他一把 一九一八年 那时候他才二十岁多一点 他没有参加一战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 技术 他手艺不错的一个铁匠 因为他是手艺不错的一个铁匠 在战争的时候恰好呢 这样的铁匠呢 对于后方这个做武器什么的有用 所以就没有把他去争取打仗 不然后闹不好 这和洛晓夫就 因为那个那个俄罗斯在 一战的时候也死了很多人嘛 说不定就给打死了 但是他没有参加一战 但是呢 一战一结束 这个一九一七年 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完了以后 一九一八年 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 OK 在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创建的时候 就是一九一七年到 十月革命的时候 他还没有参加 但是很快他就参加了 参加了以后就参加了红军 而且参加了当时的这个国内战争 就是红军对白军这个开战 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很底层的一个小兵 一个小喽喽兵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太多 他的那个 对于介绍他的自传的书里 这一段就讲的非常非常少 因为这是very little known about him 就是对他的过去绅士 他自己也讲的很少 别人也没有什么记录 所以就不知道他那时候 他就干什么了 然后他结婚呢 结婚很早 但是结婚以后 他那个那个 那个第一个妻子呢 很快就都传染病 就死了 一九二二年就死了 好像是二一年 二二年就死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 就是那时候 他已经是共产党 因为他一九一八年 他参加这个布尔什维克 成共产党了 布尔什维克 大家知道一个 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什么 就是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布尔什维克 全是atheist 是无神论者 所以呢 他的这个老婆呢 死了以后呢 要埋到一个 一个教堂的后面的一块墓地 这墓地呢 是在教堂的后面 而这教堂呢 有一个有一个院 在这个院里边 有一块墓地 但是呢 你要想把他老婆呢 从这个这个棺材 埋到那墓地里呢 必须从教堂的正堂里 走过去 他呢 当时就是这种 反宗教 反到什么时候 就为了他这个 这个尊这个共产党的 那个反宗教嘛 他就说不行 我们不能让他这个议题 让他的棺材 从那个教堂中间走过去 必须的从旁边绕过去 可旁边都是院墙 那准办弄了好多人 把那棺材 从那院墙的这边 给抬到 举着高高的 从那边再接着再下来 而旁边呢 就是走教堂的那条路 他就是为了 表示 我对宗教彻底隔离 彻底断绝和宗教的一切来往 我这个棺材都要从这个门 从这个墙上过去 OK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和鲁晓夫 OK 就可以想象 他是一个 这个意念坚定的共产党人 OK 意念坚定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 其中一个就是没有这个 不信神嘛 不信神 然后他1922年 很快的又结婚了 但是这个结婚 实际上有人说 实际上他没有办婚礼 只是两个就同居了 最后就一辈子 就这么过在一起 但是也没有正式结婚 到了1925年 他就开始 他这官运呢 就开始启动了 他在这个1918年 到1925年之间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名小辈 官运启动了以后呢 他进入了什么呢 当时的第十四届 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共产党 就是苏共的 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 non-voting delegate 所以non-voting delegate 就是他可以参加旁听 就是不能 不能这个做 不能投票 OK 1925年 1925年 你看这是布什克 这个国内战争刚刚结束 列宁可能也对列宁也刚刚死掉 然后斯大林已经掌权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他是无名小辈 然后就进入了这个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委员会 然后呢 他呢 很快呢 在这里边呢 就开始很快往上爬 OK 很快就说 这人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吧 他这个爬呢 实际上 从1925年开始 进入了那个委员会以后 他就开始 这个官 这个就是 就是像国内的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科局区 什么司机局级 什么 就是那个那个 公务员那一层一层 这就是他就往上爬上了 爬上去了 为什么他能爬的 而且很快就爬上去了 为什么爬很快呢 因为他有一个老乡 罩着他呢 这个老乡是叫什么呢 叫 K Ganovich K Ganovich 对 K Ganovich 这个这个人实际上是很有名的 是苏共的一个 老布尔隋克 这就是在那个列宁 撒林这个列宁创 创业的时候 和那个特罗斯基创业的时候 这人就是一个骨干 这就是元老级的 苏共 Kaganovich 他呢 跟这Kaganovich 也是一乌克兰人 他自己呢 也是因为从乌克兰那儿出来的 所以关系很好 所以他就 这个 这个Kaganovich呢 本身呢 关于横通 因为他什么呢 他跟斯大林关系很不错 因为斯大林 这个Kaganovich 比这个谁 比这个 赫鲁晓夫还大一岁 1893年 然后呢 他是哪年死的呢 1991年 咱们看看 他这家伙能活动上 这Kaganovich 活了98岁 93年 91年 活了98岁 1991年 7月25号 我为什么讲这个 死的这个日子呢 他98岁 死 但是这个日子 7月25号 正好过5个月 12月25号的时候 苏联崩盘 苏联解体 OK 苏联的那个苏共的红旗 从那个红场上落下来 所以他就差5个月 就看到了他 他一手打造的 元老级的一手打造的 这个这个王朝 最后就就土崩瓦解 最后就就就就 dissolve OK 解解散了 我还看过一本书 就还专门讲过他 讲过他就是在这个 他到那个时候 在1991年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八几年 九几年 尽管他还活着 但是他在苏联 已经没有任何地位 因为他已经是八九十岁了 晕头乱象了 然后住在一个小的 那个那个特供的 那个apartment里 就在就在莫斯科 然后美国的一个记者采访 他就发现这个人 是超级的守旧 超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对这个当前的一切 都不满意 OK 就是认为过去 这个斯大林那时代 最辉煌什么的 就专制那个残酷破坏一己的 那个时候 他是最向往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他得意的时候 OK 然后不久他就死了 Anyway 回到这个正话 原规正传 这Kganovich 就是赫鲁晓夫的 这个这个什么 就是这把伞 把他罩着 让他尽管比赫鲁晓夫 就大一岁 但是他比赫鲁晓夫影响大 1928年的时候 赫鲁晓夫呢 就就这个呃 就被这个官运逐渐逐渐是 这个上升的上 事业上升期 就到了这哪了 到了 吉府去当这个当时的第二把手 党支部的长 党委副书记 OK 可以说是党委副书记吧 就乌克兰的吉府的党委副书记 然后呢 继续在那当了一段呢 到了1932年 过了四年以后 他又升了一级 这一级升的比较高 升到了墨西哥 不是墨西哥 莫斯科 第二把手 第一把手是Kganovich 等于Kganovich 把他 把他给他 给他带到莫斯科来了 莫斯科的当委副书记 而郑书记是Kganovich 所以呢 这个等于是市委书记啊 就等于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当时的这个苏联 最重要的莫斯科首都的市委书记 他是副书记 从1932年 这个当了这副书记以后呢 实际上呢 他呢 就在这个位置上 在市委副书记的位置 显然他和斯大林 就很近了 距离就很近了 在这之前上 他是个无名小辈 可以说这是一个地方小官 但是这之后 他和斯大林就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呢 和斯大林的关系呢 就越来越近 然后就时不常去到斯大林的那个别墅里面去 跟斯大林面谈 或者说什么 就是经常 等于因为经常能到斯大林的别墅 就跟就跟那道 中南海那个游泳池 那个旁边那栋房子一样 你能到那经常跟毛泽东见面的话 你肯定是他的权力核心的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能到了这个斯大林的这个这个达卡 OK 这个达卡这个里边 那显然就是斯大林可以重用的人了 到了1934年 就又过两年 他就成了莫斯科的第一把手 而且成为了中央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就可以有有投票权了 那个中央委员会员 而且是这等于是莫斯科的莫斯科区市区的党支部书记 OK 党委书记 然后呢 这个在这段时间的1934年呢 他就开始大兴图目 把这个莫斯科盖了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一个那个地铁系统 地下空地铁地铁地铁就地铁轨道的那个网络 这网络今天还可以说还我我还去看过 确实很漂亮 然后每一个站都非常非常漂亮金碧辉煌 这都是某种一样是是赫鲁晓夫时代盖的这是193几年 OK今天上还成为了一个去这个苏联去这个俄罗斯旅游的一个景点 就是那导游都会带你到各个地铁站去转一转 看看那个地铁怎么盖的 地铁特别深 那个时候就是说盖的还是满满那个实打实的盖出来的 1934年以后呢 在34年这什么时候 这斯大林开始肃反了 OK肃反这个这个非常残酷的残暴的一个肃反运动 也持续老几年 那么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干什么呢 赫鲁晓夫是一个坚决的支持肃反的一个走狗 OK他这个时候是就是那种各种发言强力支持萨林的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肃反的 比如说他这里面就说什么把这个特罗斯基什么这帮人就叫做法西斯走狗 不管特罗斯 因为特罗斯基那时候已经被萨林打倒打跑了吗 跑跑国外去 法西斯走狗 然后呢像这样的人 这个这是赫鲁晓夫说 我们给他们的这个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枪毙 把他们都给毙了 就是所有这些 就是他就显然这话里杀气腾腾啊 就是这个肃反期间 期间斯大林这个肃反枪毙那么多人 显然这底下不可能是斯大林一人赶着底下 一大堆走狗帮他一起毙 帮他一起去去破坏人 那么赫鲁晓夫在这段时间呢 是对斯大林呢 是忠心耿耿 OK然后呢这个破坏肃反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抓捕 很多很多的这些victim 就是这些被抓的人 这就跟毛泽东搞毛泽大革命一样 他其实不是抓普通老百姓 是抓他们自己的这些官员 OK就是他的这个权力机构 苏共权力机构的人 看看毛泽大革命不也是吗 打倒打倒走资派 那些走资派都是什么人 本身他们就是当官的 OK他不是 这当然随着这个知识分子 大量的知识分子 大量的有良心的人 也跟着一起遭殃 OK这也跟文化大革命类似 所以呢这个赫鲁晓夫 在这段时间呢 是等于是也是双手沾满了鲜血啊 就杀死了很 他这个帮忙这个抓走了很多人 然后呢在当时他在的 这个莫斯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党委的这个书记里面 有38个就是最高层次的党委 党委的这个就是 就是他这个委员会啊 这党组织啊 最高的这个官 官衔最大的 38个里有35个被枪毙了 这是在诉反的时候 38在莫斯科附近 呃这个区 然后呢这个什么呢 在莫斯科周边的很多的 这个这个远郊的 或者是什么那种省 就是地区吧 就是莫斯科外围的 这些基金有146个 这个党委书记里面呢 136给毙了 就就活了10个 你就可想这个当时这个什么 这个啊 斯大林这个诉反有多么残酷 就是等于把他的这个 呃 当然这里还包括很多他的那个什么 很多他的那个军队的那个高级将领 也都给他让他给让他给枪毙了 所以就是斯大林可以说是把当时的这个苏联的苏共的领导阶层 尤其是中上层领导阶层 基本是一锅端 基本是一锅端 就看看这个赫鲁晓夫 直接参与的这些这些地方 就是在莫斯科附近 这就是这么这么悲剧 OK 就是这么多人都给他 当然这些这里边这些人 有几个好鸟 这也是一个我们的疑问 今天OK 这当然这里很多人 对于至于被枪毙的原因 肯定都是无辜的 但是呢 他们本身是不是好鸟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呢 就是赫鲁晓夫呢 等于说是参加了大规模直接参与了斯大林的肃反运动 到1937年 这是三年以后 三四年开始 这个肃反 37年开始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这个时候呢 已经死了好多人了 但是呢 这个政治局就是Polite Bureau Polite Bureau就是他的政治局 跟中国现在政治局那个那个常委一样 这政治局下令 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令了 就是下令什么 这要人数限 人数的指标 我们要抓固定的抓多少多少人 OK 因为这个肃反就是先给下指标了 你这个每一个区要抓多少 这是反革命 那么在莫斯科呢 当时下的指标呢 是三万五千人 下了一个指标 说这里边有三万五千个反革命 然后这其中的三万五千个反革命 要枪毙五千个 这就是拿数来来来说事 结果呢 就是这么干 OK 就是这么干 好像是那谁 那个 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和了晓夫还超额完成任务了 弄弄干掉了四万一千多人 抓了四万一千多 然后枪毙了八千五 原来的指标是三万五和枪毙五千 结果他弄了 抓了四起四万一 枪毙八千五 然后这里不只是 这个共苏共党组织里边的这些官员被遭殃 这里还有好多就是顺便的好多知识分子 各界的精英 各种各样的富农 这富农就是在农村的这些农民 稍微家里有点小钱的人 因为苏联的富农实际上都是很穷 本身的不是很富 这个我以前有一个讲座讲的 这这一家四口能有一头牛 能有有有几几几几几口猪 那就不错了 就能自给自足 过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那就是富农 这些人呢 有两千多狗 OK 这个被他枪毙了 被赫罗晓夫亲自下令枪毙了 这些富农 所以你看就是说 这赫罗晓夫实际上是双手沾免人民鲜血 OK 他在这个肃反过程中 他是没有丝毫不留情的 丝毫不留情 干的非常猛的 所以好多人命就在他手里就没了 当然他是服从斯大林的命令 这是斯大林让他干的 因为斯大林让他干的 他也不会去干这种事 这样的话呢 到了1937年到1938年 在进入这个肃反晚期的时候 他又被提升了 I guess这个有功嘛 干这个事都干的很什么 提升到什么了 提升到乌克兰党委书记 这就高 又比比莫斯科的那个又高了一级 乌克兰上今天都是一个独立国家 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域 这个这个1938年 他当了这个党委书记 而且乌克兰是苏联的这个主要的粮食产地啊 主要粮食产地 他进入了乌克兰的这个党委第一书记以后 他接着 倾诉反接着诉清 OK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当时呢 这个对当时乌克兰的那个 那个领导阶层的这个影响也非常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呢 乌克兰的整个这个加盟国 这个他也有他的一个政治局 他的就等于是省省省省委这样 省常委一样 只有一个活下来了 全都给抓起来了 抓起和枪毙 OK 基本 所有被抓的全给枪毙了 那就是说他到了乌克兰的这个 参与的这素素反 这是谁 这个赫鲁晓夫也是立了手工 好 这是1937年38年 这随着时间往前走 看看马上就到二战了 这个进入二战以后 OK 这个赫鲁晓夫呢 干 做了 首先 他他本身不是指挥战争的 他早期的这个这个角色是干什么呢 就是这个呃做一个像一个一个中间传话兵一样 在他这个二战期间呢 实际上他是当时主要负责的地区呢 是呃吉辅 OK呃吉辅呢 当时呢德军把吉辅给围住了围住了 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以说吉辅这一仗是 是在这个呃 在二战期间是很失败一仗 结果德国把他们围住了以后 抓住了65万5000苏军 呃 一个整个就是等于是等于是一锅一锅端呢 这个 这个在这段期期期期间呢 实际上呢 这个克鲁晓夫在这个整个吉辅这个围剿的这个过程中 据说他没有扮演太勇敢太英明光辉伟大正确的这种指挥天才都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被轻描淡写 后来就讲的人不多了 但是OK 这是吉辅被围 这是乌克兰吉辅被围 但是呢 1942年呢 这个斯大林格勒战役 赫勒晓夫参加了 他这段时间呢 就整个斯大林被围剿的这个很长的这一段时间呢 大家知道斯大林格勒战役实际上是 是二战中是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最惨烈的 因为双方就是出于不是出于军事目的 而是出于这个政治目的 这个希特勒呢 是就打到这个打到这个福尔加河的时候呢 当时呢 就正好碰到这个斯大林格勒 他想去到那边去弄油 因为那边有油田 占领油田 结果呢 这个斯大林格勒呢 这斯大林说你要坚决守住 因为这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起名的这个城市 绝不能让斯大林 不能被希特勒给占了 而希特勒呢 这个时候正好也是一根筋 就是说既然是斯大林的地方 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 我们一定把它占了 结果双方是绝对不许投降 绝对不许撤退 结果最后就是巷战 在整个萨林格勒 它是沿着那个福尔加河的 这么一个城市吗 巷战到什么程度 巷战到最后就是 可以是几天几夜的 到后来就是几个月的那种 那种僵持 这个整个的城里面一片废墟 几乎就没有双方 没有任何一方 完全把这个城市给拿起来 最后严重到就是一个楼 OK 一个建筑物上下两层 OK 一层是德军 一层是苏军 然后这两层就在这个同一个楼里面 上下层之间进行巷战 可以打几天 你就可以想这斯大林 这个斯大林格勒这战役 有多么悲悲悲惨 几十万 最后当然是以这个苏军胜利 而且是标志着二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在这个东线的战役的 一个大转折 就是从这以后 德国的整个的攻势就变成了手 而几十万的德军就被俘罗了 然后他的元帅也给抓起来 最后在东德就病死了 最后就等一个俘罗 那么赫鲁晓夫 在斯大林格勒这个时候 围剿围成这一段 他一直是在城里面 在基本都是在城里面 而且有好几次是差一点 就是被被打死 OK 所以他是可以说是在这个 当鲲林弹雨中 这个幸存下来的一个幸存者 而且是亲自经历了整个 斯大林的这个 斯大林格勒最惨烈的这一场 这个攻守战 OK 所以呢 在这个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这段经历呢 成为了赫鲁晓夫 后来就是非常自豪的一段经历 刚才前面讲了 那个吉辅 他当时是指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挥一个领导 结果几乎被人给抓了60多万 给给给福罗了 这个他不太愿意讲 他比主要比较愿意讲 就斯大林格勒 我是在那里面 斯大林格勒打的最猛的时候 我是在里面是参与战斗 当然他并不是指挥了 因为斯大林格勒后期指挥 是朱可夫 还有什么其他人 尽管所以他在斯大林格勒 这个战役里 他没有起主要作用 但是他在这里亲自第一 他亲自目睹了 战争的残酷 OK的多少多少人 就是那么每天就跟 跟那个绞肉机一样 多少人死在这个街头巷尾 因为斯大林格勒是个城市 这是第一 他亲手目睹 亲自目睹了 这个战争的惨烈性 第二呢 就是他因为在这里参与了 成为他了一个 后来的一个攻击 成为他后来的一个 可以标榜自己的 斯大林格勒以后不久 就发生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件事到现在是个谜 就是他的儿子 当时呢 是苏军的一个飞行员 战斗机飞行员 在跟这个 跟德军这个空战的时候呢 被击落了 但是现在的谜 就是在哪呢 就是他击落了以后 他是不是死了 还是说被德军抓住了 OK 如果他是死了的话 他是一个战斗英雄 但是呢 后来有谣传呢 说他没死 他跳伞了 然后呢 他的那个同 他的那个辽机 他就跟他同时飞的 另外一飞机 那人说是他死了 但是后来又谣传说没死 他呢 被德军抓住了 那么如果被德军抓住 十有八九 他就成为了一个 所谓按当时苏联的标准是叛徒 就他可以有招供了吧 因为这个 这个跟德军肯定讲了一些 什么不该讲的事呗 这个这个谣传呢 上这个这个 这个版本呢 是这么说的 他被抓住以后呢 等于成了一个collaborator 成了一个纳粹的一个 俘虏 而且是这个招供的俘虏 然后呢 最后呢 等这个 等苏联把那些纳粹 全都给 给这个 给打败了以后 把这些战俘 全给解放了以后 这里面就找到了 赫鲁晓夫的儿子 OK 赫鲁晓夫儿子发现 还在战俘营里边 在俘虏 然后呢 斯大林知道这事以后 马上下令把他儿子给枪毙 OK 这件事呢 据说是 成为了赫鲁晓夫 深仇大恨斯大林的 一个原因之一 警告他的自己儿子 被斯大林给毙了吗 所以这是一个 现在是 是一个 就是 我是从书上看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 版本 但是这个事 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无法去核实 那么战争以后 二战以后呢 斯大林呢 这个 又回到了莫斯科 从那个乌克兰 又回到了莫斯科 然后成了这个 斯大林的一个 贴身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权力机构 贴身的一个人吧 就是对他非常忠实 OK 他对斯大林非常忠实 在1950年的时候呢 这个 斯大林给了第一任务 在莫斯科 进行另一次 这个公共的 这种建筑 就是他做什么呢 就是盖这个 盖这个 给盖居民楼 这1950年 赫鲁晓夫呢 做了一很大的 一个项目 就盖居民楼 在莫斯科 这个近郊远郊 给当时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工人农民 工农兵 这些无产 他们的这个苏联的 这些公民吧 盖这个五六层的 这种公寓 这次公寓一般的五六层 然后非常的统一模式 非常简单 非常的 看着就是 就跟那个监狱一样 OK 就看着就是 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他盖的非常多 到处都是 就是盖非常 这样的话 让这个所有的 这个 莫斯科这些里面 住的这些老百姓 全都搬进去 这些这些楼呢 上我们去这个苏联 去这个俄罗斯 去玩的时候 就沿着郊 开始到处都能看到 当时的那个导游 也跟我们说 这都是赫鲁晓夫 时代盖的 所以他这个是 他的一个主要政绩 这些楼子 他一个什么特点呢 全是用那种预制板 就是用那混凝土 预制板 全弄好 在别的地方 呱呱呱呱 就全都做好 那个固定的 那个格式 跟那搭积木一样 然后到了 就搭上去了 OK 搭上去 所以他就是为了 这个这个都快好省啊 就是去显着他这个盖 这个给给无产阶级 什么群众 广大群众谋福利啊 结果这些楼呢 据说是这个质量极差 都是豆腐渣 OK 就是不是漏雨 就是漏水 然后这个东倒西外 但是也坚持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 你看现在还有很多 然后也没有 没有电梯 也没有阳台 就是一个 一个很枯燥的 五六层的那种 那种brown stone 或者那种 那种break building 就哗哗哗 不是break 不是就那种 那个水泥的那种building 反正远看 很枯燥 我们当时从那过的时候 也看到了不少 然后呢 这个到现在 这个他建的这些建筑物 还有个名字叫 Krushchev's Slum 就是酷了 赫鲁晓夫的贫民窟 因为这个那些 那些人 很多人住在那里边 就跟一个贫民窟一样 所以呢 这个 这就是赫鲁晓夫的 整个的这么一个政绩 就是他的政 他慢慢慢慢 从这个苏联的这个 权力的这个 截梯上 一步一步迈上来 这里可以看出来 他有几个关键点 他比较 他比较这个 比较关键 是他往上爬 一个呢 就是他呢 这个什么呢 非常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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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个萨林当狗腿子 在肃反的时候 是不是立了手工 其次呢 他参与了二战 OK 而且参与了 斯里萨林格勒的一个最最悲 就是最悲壮的一次战役 他亲身参与了 这些呢 同时呢 他在这个不同的这个 在在莫斯科的这个党委书记 当过 在这个乌克兰当过 在乌克兰当过 这个等于等于加工国的党委书记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一个 这么一个角色吧 那么 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 使他掌握权力高峰的主要原因 这些东西 想想那种 在苏共体制那种官僚 像他这样的人 是 A dime a dozen OK 满地都是 OK 满地都是 但是呢 他为什么能够爬上去呢 首先呢 就是他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 他进入了斯大林的最内部 通过Kakanovich 进入了斯大林的内部的这一圈 这某种意义上 带有一定的历史上的随机 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高材 高高的水平 而是因为Kakanovich是斯大林这个心腹 然后被带进去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人呢 就是外表 或者是这个人当时他的这个处人 处事呢 比较低调 这个低调并不是说跟谁也不说话 谁也不什么 而是什么呢 有一点那种就是那种傻辣黑粗的那种感觉 OK 傻辣黑粗就是不是傻辣黑粗 就是那种就大大咧咧 OK 所以他他在当时在这个苏共的权力机构里面 很多人呢 都拿他当笑话 就是他自己也无所谓 就是像小丑一样 OK 出点什么 搞点丑干点什么 他也无所谓 这样的话呢 就使这个权力机构中的很多有野心的 在斯大林眼色形式下 决定自己能够上还是下 决定是活还是生还是死 决定的权力将来怎么怎么样 这些人呢 都从来没有任何人 把赫鲁晓夫呢 当作他们眼里面的一个有威胁的人 因为赫鲁晓夫在这里 只不过就是一个小丑级的人 我就很很能很很愿意干事 很很卖力 干事很卖力 上钻下跳到处跑 然后和谁和谁都是就是都是一个大家嘲笑的对象 嘲讽的对象 所以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首要的一个一个竞争对手 或者一个威胁权力威胁 那么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personality 就使他呢在萨林肃反过程中他没有直接被波及 就是因为萨林实际上看看萨林 那个克格勃那几个头的 雅佐夫雅可布雅可布什么什么那几个人 那都是克格勃的这个 就是杀人最猛的几个人 就是克格勃的头 结果杀完了以后被自己被杀 杀完以后自己被杀 给给给萨林干坏事 杀了多少人以后 结果萨林把他杀了 杀他那个人当下一个克格勃头子 结果当完以后又被杀了 OK就这么一 这就是萨林那个整个的绞肉机 就Nobody is safe OK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但是呢他比较安全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这是从那个 我看那些书里面讲到的 挺有意思 就说什么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萨林是一个小矮个 他才五尺六 五尺六相当于多少 相当于 比我说过的 大概是一米七都不到 一米六几 OK一米六几 这个赫鲁晓夫呢 一米六 六差六差六 哦不是一米六几 就是一米六吧 也就是这个赫鲁晓夫呢 是五尺三 比斯大林还矮三公分 三尺 不是三寸 三寸相当于大概7.5公分 OK那就是一米五几 所以赫鲁晓夫是一个非常非常矮的人 一米五几 而在这个萨林的这个核心内阁里面 萨林的这个左右的这些其他的人 OK当然也都是萨林的狗腿子 实际上赫鲁晓夫是最矮的 而且是唯一的比斯大林还矮的人 OK所有的其他的人都比斯大林高 OK尽管斯大林在那里是权力中心 但是呢比他还矮的人就是就是赫鲁晓夫 所以呢就是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就是一小矮个 然后又什么就斯大林没有把他从来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威胁 然后他周边的人也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威胁 然后这里面就以前我也讲过那个斯大林死的时候 发生权斗里面也提到 就是实际上斯大林就是有的时候就拿这个赫鲁晓夫当小丑 因为他个儿特别小嘛 可以看到有时候就是我晚上那个在他的打卡里面 吃完了吃着喝着晕头转向了 几个人吃饭喝酒 然后就让让赫鲁晓夫跳舞 OK让赫鲁晓夫跳舞跳什么舞 跳那个喀萨克的那种地皮舞 就是有你大家我们知道看到那种 有时候的喀萨克人在那个地下半蹲着 然后在那个地下蹦蹦蹦蹦 那个脚就在那蹦连撞 而这个赫鲁晓夫呢本身呢又是一个很笨的人 就是他你别看他个儿矮 但是他手脚并不是很灵快 结果在那跳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特别的那种 那种那种吃力 就是那种丑态百出 然后斯大林就看着哈哈大叫 就拿他当猴耍 在这种时候上是一个在某种意义 在这种权力最高层 这某种意义是一个侮辱 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但是呢 赫鲁晓夫人家就能忍得住 他就一点都没有表现出 他对这件事 感觉不情愿 而非常高兴 又蹦又跳 那基本就是等于斯大林 把他当猴耍嘛 OK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就斯大林就从来没有把他 这个当做一个清理 如果他是斯大林认为这个人 有任何对斯大林有任何威胁 那早就给他干掉了 早就给干掉了 所以某种意义 总结来讲呢 这个谁赫鲁晓夫呢 是斯大林的一个走狗 加上呢工作努力 再加上呢 他对别人呢 没有任何威胁 OK 这几点呢 就造造使他的官运呢 就一直往上走 没有往中间 没有碰到太大的曲折 1953年 OK 这个斯大林呢 就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年 在这一年 我们原来有一讲 就是斯大林死后的权斗 OK 里面我们讲的很细 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 我们只是大概其他 把这个就稍微一带而过 基本就说斯大林呢 在他晚年呢 基本就是在他的达卡 在他的别墅里面 把这个权力中心 那些主要的人 就跟那个毛泽东 加上了四人帮 加上林彪 那帮人一样 就是整个这个政府 就是一切都围着毛泽东转 围着斯大林转 我说说错人了 围斯大林转 然后周边有这几人帮 然后是整天 就给他嘴里喂东西 喂行报 为什么 所以就斯大林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半 与世半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 1953年的时候 OK 这是白的为1953年 这是韩战 就是朝鲜战争 已经进入了第三年了 就是这个这个斯大林一死 实际上这个韩战就结束了 因为什么 毛泽东是为斯大林打的这一仗 结果斯大林 就是大老板死了 那当然我就不打了 停战协议也就签了 这是又话 就直接收回来 咱们不讲那个了 所以斯大林呢 基本也不开政治局会议了 OK 没有什么政治局会议 一切就在他打卡里 就吃饭 饭间 饭 这个这个这个 吃饭的时候 就把这事全解决了 然后呢 所有的这种最高级的这种会议 就是最高决策层的会议 都是在斯大林的餐桌上去解决 这个他的inner circle里面 就是这几个人 我们以前也讲过 一是贝利亚 一是马林科夫 一是赫鲁晓夫 一是凯嘎那维 就是曾经把河洛晓夫带进来的时候 这时候河洛晓夫也已经进入这个inner circle了 还有几个其他的人 还有Molotov 还有Bouganin OK 布加宁 还有一个什么Varashilov 这边我不是特别熟悉 OK 这个Molotov是他的外交部长 这是在这个二战的时候 是帮着斯大林和希特勒 底下这个谈谈谈生意的谈交易的那个人 这个这帮人呢 就成为了他这个打卡里面的 这每天就是等于是一切就是围着斯大林转 而这个斯大林呢 喜欢看电影 每天呢 就看电影 看的什么电影呢 就是从美国弄来的西部牛仔片 西大林特别喜欢看牛仔片 for some reason 看这个美国牛仔片 而这些牛仔片全是偷来的 因为他没有版权 他也没有那个什么 美国也不会给他专门送这个牛仔 什么跟他也没什么 就是全是通过各种方向渠道 从美国偷来的电影胶片 然后呢在这个斯大林打卡的里面去看 或者滑稽 the funny part就是什么呢 他连翻译都没有 全是英文 OK 斯大林抽这个大年代 这帮人陪着斯大林就在看那个英文的那个牛仔片 这帮人看不懂 但是呢 斯大林喜欢看 那别人就得陪着 每天看电影 一看就看到晚上的一点钟 午夜后 午后 午夜以后一点钟 然后再开始上饭 晚饭 这帮人就得陪着他是吃饭 看完电影 后半夜吃饭 吃完饭 喝酒 喝完酒 然后就是在那 在那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国家大事 OK 偶尔就是这个时候 斯大林就是 美眉眉眉眉眨一台 烟斗这么一挥 什么事 这就底下就得去做了 而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 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想千万别别整我 OK 因为斯大林随时有可能把谁就给整死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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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呢 就是讲了 就是这个斯大林就让赫鲁晓夫 还是懂不懂 就是跳舞 他把他的跳舞 赫鲁晓夫那时候就已经60岁了 结果他妈的跳的运动转向 被斯大林给整的什么 而这赫鲁晓夫呢 这个人呢就有心计 OK 他知道他已经60岁 他他的当时跟斯大林这种 他不能keep up with this kind of activity 但是他又必须的 每天得准时到 然后陪着这一一通宵的这么折腾 他必须什么 他所以他就白天睡觉晚上去 白天每天一到白天 他就去找地方 就是睡觉 睡得精神十足 晚上来陪斯大林这帮人 所以这帮人就是这么一些 就这么一些 就是生活习惯完全被被打乱 闹不清是白天黑夜 OK 但是呢 为什么他一定白天睡觉 晚上保持清醒 因为他晚上如果精神要是不清醒的话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被斯大林看着不高兴 你他妈在我这待着 你没有兴趣 这怎么就有 这这这这斯大林会不高兴 还有一可能 精神不清醒的时候 你可能说话不到位 或者是说错的话 任何的这种这种事情 不管是斯大林不高兴 还是你自己说错话 这都有可能要你的小命 斯大林最喜欢用的一句话 就是你是不是想矮一截 把手在脖子上一划 从肩膀往下往下 往这么一划 那就肩膀上面就没了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还想活不 这就是斯大林 1953年3月1号 斯大林突然这个 这个大面积的中风 然后呢 这个这中风就细节不讲了 我觉得前面已经 那个另一个讲座戏里讲过 就是结果是没人敢胖 过了 然后这一天一夜 结果才胖 结果胖的时候 已经实际上已经是 人已经快不行了 这而且是什么 这些医生也不敢敢来看 这些他这些 这个核心的这帮人 都不敢拿决定 还有个电影演这个 五天以后死了 斯大林5月3月6号死掉了 死了3月9号 就是办这个 办葬礼 一通折腾 OK 当时呢 在这个苏联呢 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非常大的权力真空 OK 这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死了 这天不就塌下来了吗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谁来当这个 伟大光荣正确的 这个什么呀 这伟大光荣正确 就在他们永远是 是这个 这个什么个人崇拜 个人那个偶像化 结果就一下就蒙了 OK 蒙了以后就开始进行权斗 这个细节不讲了权斗 就是马林科夫 本来说是第一把手 结果这是贝利亚 卡戈奈威 布加宁 毛罗陶 克鲁晓夫 这些人就开始 以没有任何 都是心怀鬼态 没有任何人 这个真正的那个什么 但是呢 就是大家都有心怀鬼 都是都都想去 以不同形式去争这个权利 但是在这个 这个权斗中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谁呢 就是贝利亚 因为他是克格勃的头 他手底也是 多少人给给整死 结果呢 他们呢 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呢 这谁呢 赫鲁晓夫当了第一把手 把这个马林科夫 给压下去了 然后呢 就开始对贝利亚下手 而贝利亚下手 是在1953年6月26号 他们把贝利亚给逮捕了 逮捕细节我不讲了 这个就是 这等于是1952年3月6号 斯大林死 6月26号 这等于是过了正好三个月 三个月以内 这个贝利亚因为是斯大林的一个屠夫啊 等于斯大林杀谁杀谁 最后都是贝利亚通过贝利亚的 所以这三个月 在贝利亚被抓捕之前 这三个月 实际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 非常非常非常的让人不可理解的一件事发生了 就什么呢 贝利亚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在斯大林活的时候 他是最猛最狠最残酷的一个克格勃的头子 结果斯大林前脚一死 他当时还掌握着很多权力 他还没被抓捕的时候 他突然就搞了一些大的 动作非常大的改革 这个改革呢 就是扭转斯大林活着时候的一些错误 最大的一个改革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劳改营的这个里边的犯人给放了100万 一下子放出来100万 尽管他放这100万里面呢 实际上呢 都是非政治犯 政治犯他没放 OK 但是他还是放了 因为那很多 也有很多冤 冤枉的人被抓到劳改犯里 就走 什么 什么矿工 连三天矿工15分钟 这就可以进劳改营几十年 你就想想 在那个苏联那时候就这么猛 这么烂 你要是三天 那不是矿工 迟到15分钟 连着三天迟到15分钟 这就足以让你进这个劳改营多少年 OK 所以这些人呢 就给放了 而政治犯他还是没放 然后呢 然后同时呢 他主动的开始呢 就是和这个东西德谈判 就是 就是想做一个那种东西德 这个 这个统一以后呢 呃 换来这个什么呢 西方的援助 因为西西德东德意统一的话 他的条件就是你们统一 可以 我可以让你们统一 因为苏联不让统一 就不统一 但是你换来就你给我大量的经济援助 但是这事没达成 也成为了贝利亚被被被抓起来的一个罪状 OK 呃 所以呢 就是这种 这种原来本身是最狠的 最坏的人 他有的时候他搞这个什么改革 就是让人出乎意料 OK 出乎意料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这种大手笔的做这个事呢 这恰好是1953年斯大林刚死啊 这两三个月 他就大手笔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正是权力争斗的时候 在权力争斗的时候 大家都想通过这个 这个自己的业绩 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厉害 更能干 更有执行力 OK 这个商量就是想起来这个薄熙来的重庆 什么唱黑打 唱红打黑什么之类的 那实际上就是做给整个的这个 这个顶层的这个 这帮这帮 这帮这个匪首们听的 让他们看看 你看我都能干 OK 我能什么 一个道理 他商量是做这个事 我看的 我的结论就是 他基本就是做姿态的 但是这种姿态 你就是即使你再能干 你再也能做什么 你可能是受益的人 有可能是这些劳改犯 有可能是老百姓 是吗 但是你别忘了 真正对你产生惧怕的人 是政治局里这些关键的人 赫鲁晓夫 马林科夫 什么马 莫罗套 什么 什么卡卡特威 什么什么 这些人 这些人实际上是把贝利亚当成了一个首要的敌人 因为他们知道贝利亚 是斯大林的屠夫 刽子手 OK 杀死多数人都是他在在斯大林指示下干的 这是第一 更重要的是贝利亚是克格勃的头啊 他手里掌握着无数的每一个人的秘密档案 包括赫鲁晓夫 包括马林科夫 每一个人 在他们这些人的这个整个生涯里 有哪一个人说你这个档案是完完全全干净的 肯定没有 那如果你的档案在你的对手手里 那对手随时可以把这个拿出来整你 OK 所以呢 所有人都都知道贝利亚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总必须把他干掉 结果呢 他们首先就买通了贝利亚底下两个走 他本身也有他的走狗 把他的走狗给买通了 结果这些走狗把贝利亚一些罪状给弄出来 这个1953年6月26号被贝利亚给抓捕了 抓捕了以后 这个审判过程我们就不讲了 实际上这个审判是个秘密审判 然后这个最后判刑 然后判判死刑 给棒棒棒 这本脑门上一枪就给毙了 1953年12月 包括他的底下的五个 这个跟他非常贴身的心腹也一起给毙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等于是说 赫鲁晓夫 萨林死后赫鲁晓夫的全斗 赫鲁晓夫最后 这个从中间的脱颖而出 成为了一个胜利者 而这个胜利者 他既然胜利了 把贝利亚也枪毙了 那把贝利亚的那些所有的秘密档案 他就给控制住了 你想想 如果赫鲁晓夫控制住这些秘密档案 他并不是用这秘密档案去整底下的老百姓 是整什么 你别忘了 他还有好多其他的竞争的潜在的权力竞争 刚才讲了马林科夫 布加宁 什么Keganovich 尽管是把他提拔上来 最后也是受他的敌意 然后再加上这些人 所有这些人 手里面有见不得人的事 全在赫鲁晓夫手里拿着了 他就利用这些 把他在当时整贝利亚的时候 那些同盟 因为整贝利亚 大家是连起手一起整贝利亚 整完了以后 这些跟他一块同盟整贝利亚的人 又成为了被他整的对象 政治他整的对象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是这样 赫鲁晓夫和这个贝利亚和斯大林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他整是整 但他不照死里整 不像贝利亚 不像斯大林 那就说我要整你 我就是就让你脑瓜短一截 OK 这就是我的我的这个这个最终目的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赫鲁晓夫呢 就是很多呢 就是把他从权利 把对手从权力中心给他踢出去 就完了 OK 踢主并不是照死给你弄监狱里 给你照死里整 好 这个呢 就是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后掌握权力 最高阶段的一个这么一个简史吧 就是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进入了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段 OK 就是赫鲁晓夫进入了权力 当了苏共的这个第一把手以后 他是为什么和毛泽东和中共产生了巨大的分裂 这个事呢 就得从1956年的那个秘密讲话说起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事件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 1956年2月14号 在苏共二十大这个赫鲁晓夫呢 突然呢就发表了一个秘密讲话 这个秘密讲话是在25号发表的 他这个二十大是14号开的 当然25号他讲了 他这个讲话是非常的长 他讲了四个小时 据说是讲的时候底下很多代表都懵了 因为这是伟大光荣的这个斯大林主席啊 伟大光荣这个什么这个舵手 伟大的舵手 伟大的什么 突然的被他移动 移动这个声讨 OK 他呢实际上的主要声讨斯大林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斯大林针对斯大林诉反 OK 斯大林诉反 这个这个他把斯大林的这个诉反呢 作为斯大林一个主要对罪状 他是怎么说的 大概就把它是翻成中文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斯大林 OK 没有任何对底下的人的忍耐 就是没有忍耐性 他的残酷性 他的对权力的这种滥用性 使他呢 经常呢 采取了这种压迫和物理上 身体消灭的方法 来对对付那些 OK 对付那些敌人 这些敌人呢 有的是真的敌人 有的是呢 只不过是什么呢 对政府呢 的政策呢 没有完完全全认可的人 都成为了他的敌人 就是打击打击扩大化了吗 就是说这等于是对斯大林的一种声音 就是他等于是对他认 他眼中的所有的敌人 有的是真敌人 有的是不一定是真敌人 全都用这种什么 肉体消灭 OK 肉体就是physical annihilation 就是肉体消灭 那就是把你打死吗 把你枪毙吗 那斯大林的时候枪毙了好多人 用这一种方法 用这种残酷的非法零容忍的方法 使他使斯大林呢 是滥用了他的权力 OK 呃 这些都说的没错 实际上他说的这个斯大林这些话都是没错 但是我们下面分析一下他说这个话里面有哪些主要的局限性和漏洞 第一 我们可以基本说他说的这话是一个烟雾弹 就是哥鲁角夫对斯大林评价是一个烟雾弹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的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很强的选择性和随意性 就是说斯大林比如说犯了100个罪 他挑出来30个罪把斯大林给condem 但是呢明显的看出这30个罪并不是说 哎我1234条前30个后面75我就不不去赘述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他是很有目的性的去选择对斯大林的批评 OK 因为什么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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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性在哪呢 就是他批评的这些罪状 都是把他自己摘清的那些罪状 尽管所有在场人都知道斯大林干的这些坏事 赫鲁角夫都有一份 不能说是每一件事都有一份 但是赫鲁角夫从中从中是大大的受贿 从中是是是是是前面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急先锋 one of the one of the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one of those proffited and even abetted Stalin's crimes 所有人都记得 甚至就是这里边我在里提到 就是在斯大林正反 闹得正热呢 都是1937年这个赫鲁角夫在一次 他这个乌克兰的一次讲话里就说 他说我们双手赞成斯大林 OK 所做的一些事 OK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那些呢 所有的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 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人 OK 这些人呢 我们都要去把他干掉 OK 而斯大林呢 本身呢 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光明 他就像好像是我们全人类的一盏明灯 在前面给我们照应指引的方向 这就是这就是赫鲁角夫对斯大林如此肉麻的吹捧 1937年 然后斯大林是我们伟大的天才 great genius 伟大的天才 我最热爱的人 我们great leader 最伟大的领袖 而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 OK 所以你看他就是用这个用这些词都是毫无保留 OK 这就跟那个当年文革的时候 那么伟大的导师 伟大领袖 伟大什么什么伟大舵手 就这就是就是就是谁这个这个赫鲁角夫 吹捧斯大林就那么吹 吹的简直就是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肉麻的往上吹啊 OK 但是呢就是这样的话 你想想这都是赫鲁角夫说的 但是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1956年这个秘密讲话里 当然赫鲁角夫把斯大林就标榜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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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残暴 非常这个不留情面 然后把对方全给干掉的 他对斯大林说呢 尤其是斯大林是把这个人民公敌这个词 他认为他是严格批判 他说斯大林借用人民的敌人 就是enemy of the people 人民的敌人这个词杀死了很多无辜的人 OK 这个还是我讲的就是这个人民的敌人往往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词 一旦用这个词的人你就知道他他他没有好意 而这个别人就像这底下人也都知道人民的敌人这个词 你斯大林用了很多次你赫鲁角夫也没少用 你赫鲁角夫也没少用 OK 但是呢底下没有人敢跳出来指指出来 因为赫鲁角夫当时已经是第一把手 而沿用斯大林的那种专制体系谁第一把手 你是不能反对的 你只能在那看着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只能在那听他讲 第二呢 底下这些人干净吗 也不干净 OK 就苏共中央的中央的这些委员 在这个1956年坐在台下的那些 那都也都是层次不低的了 各个地区的这个这个比较比较senior的 比较有权有势的一些这个苏共的这些成员 这些人像每一个人几乎没有什么例外 也都沾着人民的鲜血 他们也都干了无穷多的坏事 OK 所以就像在这样一个体制下 实际上你能够你爬的越高 你的坏事就得干越多 因为因为在这样一个体制 你能爬上去并不是靠完全靠你的能力 而是靠你多坏 你要有坏水 肚子里坏水越多 你就能上去越多 所以这个这个我就心思有体会 就是那国内有时候碰到那些官 你一看就是这人很聪明 但是你同时感觉这人非常阴险 非常阴险 反过来讲你可以这么想 他不阴险 他能到那个位置吗 对不对 他这个这个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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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向淘汰 他并不是选把傻子选上去 是把坏的人选上去 这种逆向淘汰 所以在苏共也是一样 OK也是一样 所以这些人底下听的人 当然傻了眼了 并不是代表说他他同意 这个这个赫鲁晓夫讲的 而他们自己也是也不是好东西 而赫鲁晓夫呢 这是这是一个 第二呢 赫鲁晓夫这个秘密讲话呢 他把所有的矛头指向斯阿林的这些犯罪行为 都是指向斯阿林 斯阿林对于苏共党内的成员 和他的高级领导阶层的犯罪行为 就是他只讲斯阿林怎么整了这些共产党的这些老干部 OK 只讲这些东西 但是他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整这帮人的同时 还有海量的大量的 无辜的老百姓 无辜的知识分子 这个宗教人士 知识分子 完完全全无辜的 就是因为说了几句话 遭到灭顶之灾 这些事情 赫鲁晓夫 只字不提 只字不提 OK 他只讲我们的党和国家的这个领导的什么受的斯阿林的打击了 OK 实际上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些人呢也是被他打击过 而且后面还会被他打击 在他掌枪过 他还会打击这些人 因为这在他们这个体制下 任何有良心能够说实话的人 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这个这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赫鲁晓夫在这个秘密谈话里 没有任何的语言用来攻击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没错 OK 他从来不说这体制错了 只是说斯阿林干了这么些事 而他呢 攻击斯阿林 他也不是说斯阿林是恶魔 是人民的敌人 不是 他是以什么形式来攻击斯阿林 他说斯阿林呢 本来是个great man 是个伟大的人 是个领个光荣 伟大光荣正确人 但是呢 他做错事了 OK 就是斯阿林犯了这些罪行 都是因为他一个是很好的 很伟大的一个人做错了事了 结果他因为他的错误过失 使我们这个伟大的 这个noble system 我们这个非常伟大光荣正确的 这个共产主义体制受到了损失 而这个体制真正的建立者是列宁 OK 就是他把列宁又捧上来了 所以呢 就是斯阿林呢 破坏了这个体制 而且斯阿林本身是好人 指过意图是错的 结果犯了一些错误 这就等于是什么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高台 轻打什么叫什么 高举轻放啊 就是等于是说 你是否定了斯阿林 但是呢 你没有否定斯阿林 后面的这个邪恶体制 你否定了斯阿林干的这些事 你没有否定斯阿林 这个邪恶的恶魔的本人 OK 所以呢 他这个 这个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秘密讲话的 这个下面呢 基本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 做这个讲话的目的 不是去否定这个体制 否定斯阿林本人 而是什么呢 想说这中间呢 出现了错误 出现了犯了 斯阿林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 甚至可以说是罪行 但是我们呢 是要把这个错误给他清掉 把这个体制呢 把它恢复 恢复成一个健康的状况 OK 健康的状况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继续沿着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 共产主义事业往前走 而不是把这个整个的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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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虚荒的骗局 把它推翻 不是 OK 我们是要就沿这条路走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们回想一下 斯阿林的素反里最 被他打的最猛的是谁 就是特罗斯基和布加宁 这是两个 他的这个素反里面的两个最主要的 OK 就跟那个文革的时候 一是刘少奇 一是彭德怀一样 OK 就这两个是头号敌人 结果呢 他在否定斯阿林的时候 他没有否定这个 打击这两个人的错误性 像这两个人 我这里就不多说 他们两个人了 所以呢 因为什么呢 他自己也亲自参与了 就是打击特罗斯 打击布加宁 实际上 这个 赫鲁角夫也是急前锋 当然他不是一个主角了 因为他本身在那时候 权力位置不是那么高 同时呢 他对当时苏联的这种 强行的集体化 农庄集体化的一个大运动 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58年 那种打跃性 类似那种概念 犯下了那么多罪忠 那么多的饥荒 那么多的人 这个饿死 被什么 被弄得凄厉子 他家破人啊 他家破人啊 他不讲 而那些罪行 他都不讲 看看他讲的什么 就是这个秘密讲话 就是一条 几条 一个是攻击斯大林 对党内干部的破坏 一个是攻击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 OK 他攻击斯大林个人崇拜 是攻击的蛮多的 这是个秘密讲话 但是这个秘密讲话 一点都不秘密 讲完了以后 那么一两千人在底下听 很快他的稿 就传遍了整个苏联 传遍了全世界 全世界的这个新闻 包括这个全世界政府 都知道他讲什么了 那这个显然就是造成了一个 很大很大的影响 这个细节就不讲了 就是等于说 一个震撼 大家说 这个赫鲁晓夫是一个 一个一个不同的人 OK 居然能够这样的 把这个过去的这些罪行 给他这么这么毫无保留的 当然实际上是有保留 就是这么挑开了去去去批评 但是呢 后面这几年呢 苏联就开始否定斯大林 OK 否定斯大林各个地方的那个 以斯大林有关的那些纪念碑 逐渐就给拆了 然后以斯大林有关的那些 很多的地名也给改了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 大家知道 这个今天不叫斯大林格勒 你真查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 上他叫Volgo Grad OK Volgo Grad 像Volgo是福尔加吗 叫福尔加格勒了 应该叫 就因为他在福尔加河上 所以就是斯大林格勒 也给改了 然后呢 1961年呢 最大的就是改斯大林格勒名字 同时把斯大林的这个尸体 从那个 从这个红场的那个 那个列宁的那个 那个水晶官边上 也给搬出去了 OK 等于斯大林就是给 D-Stalinized 就是把斯大林给否定了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 这个赫鲁晓夫的这个 1956年的这次秘密讲话 某种意义上在当时 是对整个世界 对共产主义世界 因为当时在他讲话 是在场有很多全 整个欧洲的 包括这个中国 好像没有 当时没有代表 很多的那个 中国有没有 中国应该有的 至少毛泽东和 那个周恩来可能不在 然后呢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听到以后 都非常震撼 我家伙 实际上他等于 把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事 给讲了嘛 尽管他讲的是有代表性的 有偏向性的 但是呢 这个呢 就等于给全 给东欧的这些国家呢 送去了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并不是赫鲁晓夫本意 但是去产生了这么一个影响 就是东欧 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 知道这个讲话以后 马上这个反对势力 就开始起来了 说哦 这个这个这个赫鲁晓夫 看样子是个改革者呀 这个斯大林的那种铁腕 把我们给摁在手底下摁 把整个东欧国家 各个政府 怎么摁的那么严实 看样子有戏动一动 结果呢 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动乱 然后这个动乱呢 同时呢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 不是严重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implication 重要的一个consequence 就是和中国的关系 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变化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呢 我们就把这个目光呢 转到中国 就是这个赫鲁晓夫 和中国的关系 在这个1956年秘密讲话以后 有哪些主要的事件 使他进一步的 进入了一个恶化 这个下一节接着讲 成为五年变化 二年变化 成为建议 我们 的